我其實對於名次這件事情就不是 就是來到歌手的初衷 因為原來我來歌手 我其實想了很久 我也告訴自己 我就說我來歌手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不一樣的張曉涵 突破自己給你的框架 也突破別人給你的框架 所以這是我覺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每一期其實我可以唱我很熟悉的歌 但我並沒有選擇這樣子的歌曲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可能從小別自我長大的阿妹也好 然後杰倫也好 如果我選他們的歌好像就太理所當然了 所以我這一次其實每一期我都用不太一樣的音樂去挑戰自己 包括從編曲開始 包括從第一首歌的序曲是《夢里花》 那時候我選這首歌的原因是因為剛剛好其實是很有紀念的日子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我自己從小就很喜歡唱歌的女孩子 到這麼多年之後我還是對於唱歌還是有一樣的熱情 所以續曲的《夢里花》然後再到之後的每一首歌 你都可以看到我不太一樣的轉變 不太一樣的挑戰跟嘗試 所以這一次就對我來說不重要 因為如果我有真正挑戰到自己了 我就覺得說我滿足了 所以不管我什麼時候走 我也不會覺得說我好像有些遺憾 那再來就是串槳人這件事情 其實我還是蠻緊張的 雖然我是臨為壽命 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必須要去消化很多 但是我盡量很努力的去把這個串槳人的工作做到好 包括跟觀眾的互動也好 我覺得因為那是一個很真誠很直接的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大家看我串槳的時候 不會被我混搓的那種不太熟的技巧 然後就覺得無聊 所以我就希望說我可以再更多的跟他們一點接觸 然後讓他們更能參與這個歌手的節目 所以就希望未來可以做得更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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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就是感覺到目前為止 選歌一直都是比較拼聲一點的 就是像以往的話 大家熟悉的裝潢很多的那種曲風 比較活潰一點的比較少 那之後還會有這樣的曲風的選擇 其實我們在曲風上的選擇 就包括到今天才播出的這個就是戲曲的部分 我雖然有短暫的接觸過 可能一天裡面我學曲的時間就是兩個小時 可是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所以我不排斥就是說我有各種不同的曲風 都可以在我身上 因為我也希望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我也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做一個什麼樣子的發揮 所以未來的那個編曲跟歌曲的走向 其實我都會希望它多帶一些不同的感受 應該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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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請問安卓 什麼時候有沒有想過唱舞曲跳舞的 其實舞曲一直都不是我最在喊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跳舞這件事情 但是我很希望你們看我 謝謝 謝謝 但是其實我會不排斥 因為我覺得其實歌手 如果可以在各個不同的音樂領域上 不同的編曲上 可以展現一個最獨特的自己的話 我覺得就算我可能不是跳得這麼的完美 但它也是我的一個心意 對 然後我是台灣音樂福音寶 然後你跟我的音樂福音寶 然後你跟我的音樂福音寶 嗯 那我什麼意思 就問你的音樂福音寶 你什麼時候出來 我其實 其實我目前對新專輯這件事情 我還沒有太大的方向 所以我一定要有什麼時間出來 但我會堅持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會有一些很好的音樂 我才會出專輯 所以現在目前大家聽到比較多的就是 其實很多的電影的配樂